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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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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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開心 我們給米卡吃點心 然後拍拍她 來小米卡 超棒的點心 好吃嗎 沒有看到 不小心錯過了 那我們趁午拍拍她 跟她說乖乖 我只是剛好不太舒服想要吐一下而已 不用擔心 她真的超可愛的 真的感覺啊 最近幾天太陽鼓一直在下雨了 而且下雨的聲音超級大聲 好吧那我們讓我們晨午來客廳好了 喔晨午去找子柒欸 就是打雷下雨聲音超級大聲 有點恐怖啊 好那我們讓我們子柒 來跟晨午說你還好嗎 會不會很不舒服 有沒有哪裡不對勁 好我們子柒呢問晨午說 我可以摸摸你的 喔不是你的 我可以摸摸我們的寶寶嗎 來喔 晨午說來吧來摸吧 子柒說真的嗎 天啊 這個真的是我們的寶寶嗎 也太溫馨了吧 這個畫面超級無敵溫馨欸 我突然發現啊 他們兩個人可以變成最好朋友欸 來吧來變成最好朋友 然後我突然想到 他們兩個現在的關係好像還不是男女朋友欸對不對 因為他們之前分手之後好像一直還沒有 把互相關係說清楚 好吧現在他們兩個是最好朋友 要不然這樣子好 喔子柒你幹嘛 子柒最近非常的喔 非常的大解放欸 但我們都是脫光衣服 喔子柒想幹嘛 你該不要洗澡吧 真的欸 子柒吐光光 在雨中洗澡 我的天啊 要不要這麼大解放 太好笑了吧 我怎麼感覺啊 以後子柒有小孩 她會對她小孩非常的放任管教 自由放任管教 欸等一下 澤嫣回來了 真的欸 澤嫣回來了欸 我還想說我要把那個阿姨 改造成許莫 結果澤嫣回來了 太好笑了吧 她一定有危機意識 想說天啊 難道我要被 換掉了嗎 馬上跑回來工作 好吧 算你事項 哇等一下 我有沒有看錯 子柒突然之間跟陳五在吵架嗎 真的欸 你們兩個不是吧 他們兩個要開始吵架了 才和好沒有幾天欸 子柒怎麼了 難道是子柒想到要當爸爸了 非常緊張嗎 有點不安 所以不小心就陳五發脾氣了 天啊 我真的感覺啊 他們兩個人 只要我一開始 他們自己有意志 他們就會非常不穩定 一下子非常熱情激烈 然後一下子又開始吵架 不要吵架啊 你們都有小孩了 你們還想怎樣 天啊 跑出一堆負面的互動 我們子柒可以評論陳五的做奇怪事情的技巧 不要啦 這太壞了 我想說這種事情 你們兩個都是爸媽了 我們讓子柒抱一下陳五好了 來去抱一下和好 跟陳五道歉 說對不起 我剛剛不是故意給你發脾氣的 我可能最近壓力太大了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讓子柒問陳五可不可以等一下 這什麼選項太好笑了吧 大家有看到嗎 子柒跟陳五可以 因為子柒剛剛不是凶陳五嗎 他對他發脾氣嗎 所以現在跑出這個選項 這個是在床裡道歉的 我的天啊 這個也太太 怎麼有點好笑啊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雖然說陳五想懷孕 他們可以做奇怪事情嗎 我也不知道欸 怎麼樣 子柒要在床裡道歉了嗎 這個選項真的太幽默了 哇陳五又要吐了 陳五又不舒服了嗎 好吧看他們還是不太適合做奇怪事情 可能對健康不太好啊 是不是 哇我們陳五又重刺過來這裡嘔吐了 哇今天超不舒服 看來懷孕真的非常辛苦啊 來子柒快安慰陳五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讓子柒跟陳五先抱抱一下 來個浪漫的擁抱 然後讓子柒問陳五可不可以當女朋友好了 因為他們兩個下狀態還不是女朋友啊 先來抱抱一下 來個擁抱 哇超棒超溫馨 抱抱完之後 讓他們出去好了 喔陳五尿急耶 好子柒先出去 陳五尿急 讓陳五上個廁所 好我們讓子柒問陳五要不要當女朋友好了 讓他們關係稍微比較確認一點 好來吧 希望不要被拒絕啊拜託 他們剛剛才吵架 仔細說 要不然我們回到過去吧 你覺得怎麼樣 讓我們放下過去的一切 讓我們重新開始 你覺得如何呢 陳五好像說好耶 對耶 他們變成男女朋友囉 可是他們兩個竟然沒有很開心的抱抱然後合照 大家還記得嗎 當他們兩個第一次變成男女朋友的時候 他們是很開心的馬上自拍合照 然後一起抱抱親親一下 那個時候超級可愛的 可是這一次啊 看他們兩個 沒有那麼興奮呢 好吧也是了 就像他們第二次 哇他們兩個開始跳舞耶 開始慢舞 也太浪漫了吧 這個畫面真的好唯美喔 配著後面的風景 後面有一種清晨的微光 陰天配著下雨天 非常漂亮喔 真的很浪漫耶 感覺他們兩個現在已經過得非常幸福吧 幸好剛剛的吵架沒有持續太久 嚇死我了 我想說不是吧 趁我都懷孕了 不要突然直接要開始大吵架喔 這樣子就不好了 那對了 不知道大家對寶寶有沒有什麼名字建議 有什麼建議的話都可以跟我說 然後我突然想到啊 不是很多明星 像那個什麼 Beyonce Beyonce 他們都會在他們懷孕的時候 拍那個孕婦的那種 美美的沙龍罩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讓我們陈舞也來拍一下啊 因為陈舞也是國際巨星 我想陈舞應該會想拍耶 我們幫他拍一下好了 我看我哪裡適合當我們的 當我們的攝影棚 我想可能是這裡吧 我們可能可以把這裡改成攝影棚 或者是我們的家庭電影院 我們先改這裡好了 我們把這區改成攝影棚 然後讓我們仔細來幫陈舞拍幾張 孕婦沙龍罩 怎麼樣 一定超好玩的 好那我稍微佈置一下喔 快速佈置一下 馬上回來 好我在這裡建了一個簡單的攝影棚 放了我們的腳架還有布幕 那我幫我們陈舞換了一套 孕婦的沙龍罩的裝扮 這套裝扮的靈感來源 是來自於Beyonce 當他懷孕的時候拍照片 那個時候拍照片真的超級美的 那我們仔細來幫陈舞拍一下吧 喔有了 陈舞過來了 好我們看一下 這樣子好不好看呢 好陈舞還有用手機 哇這個也太美了吧 超美的 可是為什麼拉遠就會變得很暗 只能拉近欸有點奇怪 不過這個pose很超美的 很有那種 怎麼說 有種母愛光輝嗎 是這樣講嗎 好可惜不能拉遠喔 好那種拍一張 可是應該要看到肚子才對啊 還是我們加個濾鏡 這樣呢 我感覺黑白的也不錯欸 黑白的也蠻有意境的 來一個這樣子的 長型的 幫陈舞拍一個黑白的 啊用起小張了 我們拍大張 來個黑白 然後來個彩色的 我覺得講得都還不錯 陈舞還拿手機 陈舞手機還沒有休息了 真的太好笑了 好那我們再換個pose 哇這個pose 超級喜感的 耶太棒了 這種感覺嗎 換一個好了 陈舞 可以放下你的手機嗎 這超好笑的 我們要陈舞放下手機 好我們先離開這個畫面 把手機放下了 我們再來一次 好這次沒有手機好多了 換個pose 這個pose也太不好了吧 感覺很難過 這個呢 這個還不錯欸 再說很好笑啦 好什麼 又是難過 這個pose超級好笑的 我想要拍一下 就太好笑了 我看一下 什麼角度比較好 這樣嗎 拍大張的 為什麼又是哭泣啊 陈舞你很難過嗎 這個表情 有沒有比較開心的表情 這個pose不錯喔 這個pose真的是 我最喜歡的pose之一 我覺得這pose拍起來超美的 可是我想要拍到我們陈舞的喔 就是他的肚子 這樣嗎 可是這樣看不到他的臉孔了 所以還是要從這個角度拍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 好像不錯 拍一張 然後換個濾鏡 有什麼濾鏡比較好看的 這眼色不錯欸 感覺非常藝術感 好換一個 又是這個 我感覺陈舞的心情其實沒有很好欸 我想陈舞可能壓力也很大吧 突然之間就要當媽媽了 一時之間可能很難接受啊 這個好好笑喔 好 先拍一下 這個是超好笑的 是怎樣 哇 陈舞跟膝蓋 小心不要跌倒了 太危險了吧 這個呢 基本款的pose 好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幫陈舞換一套衣服 又我幫他準備兩套 我們陈舞換一個這個全白的洋裝 這套也是看起來蠻乾淨的 那我們仔細跟陈舞一起拍嗎 好 一起拍算了 讓他們一起拍個照喔 來吧來吧 那我們背景換個顏色 我們背景換成那個 比較可愛的粉紅色 這個顏色 然後仔細跟陈舞一起拍 去吧 怎麼有一種在幫他們拍婚紗照的感覺啊 有點好笑 其實啊 說到婚紗照 我還蠻想讓仔細跟陈舞再求婚一次 可是說實話啊 連我都有點陰影啦 因為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仔細在之前跟陈舞求婚過一次 可是被拒絕了 然後因為被拒絕 才導致他們分手 所以我感覺仔細的心中 可能有點陰影啊 因為不只是仔細 連我都有陰影了 對吧 更何況是仔細 所以我想啊 也許可以等到我們陈舞的寶寶先出來之後 再讓仔細求婚一次嗎 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欸 感覺超級可怕的 如果再被拒絕一次怎麼辦 那就完蛋了 如果他再被拒絕一次的話 我感覺仔細應該會 應該會超級崩潰了吧 真的太扯了 好拍個這個 我們再拍個一張差不多囉 再來個一張 哇這個 這個也太 眼神太殺氣了吧 然後他們兩個臉紅紅的 有點好笑 真的超好笑的 好啦來個浪漫的 奇怪我突然卡住了欸 天啊我突然卡住了 動不了 我可以動我的滑鼠 我可以選擇這個 可是沒有反應 啊 該不會當掉了吧 不是吧 我沒有存檔啊 不 真的要感覺我當掉了 可是我開啟我的工作管理員 我的遊戲還剩在運作當中啊 他並沒有停止運作 不好意思 我回事 我超不想 直接常破關到遊戲啊 天啊好難過 好吧那 我們今天先玩到這裡好了 那大家如果對寶寶有什麼名字建議都可以跟我說 好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有訂閱的話 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下再見 掰掰 啊真是的 看老必需要常破啦 常破關掉遊戲了 不記得按鈕 也不要押忍 不能不建議 不會太陽 不見人 是 可是 我們 中國 發生的